哈囉各位親朋友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明天5月28號禮拜二也有更新維護 那更新維護的時間呢是早上的5點50分到8點40分 有比較晚一些些那希望可以提早開機 好這樣子的話才可以打機戰王 早點開機的話就比較有機會搶到王 好那明天有6個新的這個更新四項 第一項會有新的活動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第二項新增地區降冷城市特羅內爾 這個應該是之前有公開過那個雪地城市 好就是會有新的這個不一樣的城市可以去逛逛啦 那第三個新增飾品尖章 尖章尖章會出在哪裡喔 看一下這個是裝備嘛 這是飾品 好估計在這邊 好在這邊有一個圈圈尖章 好那這樣的話一個圈完成 應該所有的這個飾品就完成啦 就差不多出完了 好第四項會新增這個武器造型 就是各位朋友如果說你們覺得現在武器造型不夠多 可以來湊話呢 欸又有新增武器造型可以來來湊啦 好第五項新增助力魔 欸注入魔力第二頁 好那目前的話呢是只有一頁 好那之後會有第二頁 好就是可以讓你提高你的機體 好那第六項新增靈光乍現2的技能 好就是這個我技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吧各位高讚應該明天開機之後就知道了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新的活動啦 第一個簽到活動 那明天維護之後呢到6月10號為止有簽到活動 這個是特羅內爾的雪花 好他1到7天簽到的是雪花 好那不知道雪花可以幹嘛 好明天開機之後就知道了 好再來是精英簽到就是你要花錢的 那第一天的話有這個路德維希的訓練信物一個 好那第二天是做起武器造型 11次選擇下1個 第三天終極生長秘奧15個 第四天是雪土飛行工具1個 第五天生長源泉10個 第六天50萬金幣 第七天古代沙草紙10個 綁定的喔龜屬綁定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遊戲啊 有新增這個收集清單 好路德維希的訓練 那這個的話就是可以暴擊加2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任務達成的這個活動 明天維護之後呢到6月10號為止 然後有一個是這個特羅內爾的閃亮尖章的活動 好那你只要 精工裝備7次15次 還有這個強化裝備15次30次 分解裝備15次30次 你就有原木5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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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 然後你全部完成的話呢 有這個飾品強化卷軸10個可以拿 然後再來是武器的手鍊訓練 然後這邊的話呢就是打怪物啦 打這個一般地圖怪物 基站之地的怪物 還有這個特殊副本的怪物 要打2500次跟5000次 然後呢有這個入門者古書3個 終極古書1個 入門者古書3個1個 還有入門者古書3個 終極1個 可以拿 然後你全部都完成的話呢 有終極者古書2個可以拿 好那接下來是技能支援 這個是什麼動作 工會捐贈15次30次 工會牽造4次8次 完成工會命令15次30次 然後有這個生長雲犬可以拿 然後你全部完成的話有5個可以拿 好這個就是做技能用的 好那接下來是這個武器造型 造喚合成的命令 好那這個就是造喚武器造型 好15次25次 然後10次 還是這個是合成 好造喚15次25次 合成10次15次 然後再來是造喚西偶階級武器造型7次 然後造喚西偶階級造型10次 還有合成西偶階級武器造型3次 合成西偶階級武器造型5次 然後有這些十一抽 很多十一抽可以拿 還有名傳的武器造型11抽 還有西洋武器造型11抽 跟西洋燦燦燦助騎 還有武器造型11次選擇箱 一個 這個可以來拿 好 那全部的完成的話呢 有這個造喚黃昏武器造型4次 好可以拿 好大概是這樣子啦 活動的話 就這次而已 好基本上來講還是要明天 開機之後才會比較清楚啦 就是這樣子祝福各位朋友明天開機之後玩得開心啦 掰掰